- 大家好我是Aiya 說到去賽車場練車 大多數車手界在意的 想必就現在記住必交的單圈記錄了 記錄的方式有很多種 許多人會使用攝影機的畫面 或是請朋友幫忙按碼表計時 但這樣子真的準嗎? 哪怕你朋友眼力再好 手速再快 肯定還是會存在不小的誤差 也無法向專業儀器 進行多面向的剖析 那究竟什麼是專業的儀器呢? 上年我看你骨骼驚奇是個練出奇才啊 想精進騎乘技術嗎? 趕快來認識一下這款賽道推秒神奇吧 使用方法相當簡單 以再小力寶的賽道日為例 你只要按下電源鍵3秒開機 選擇圈賽模式 進入競賽選擇賽車場 就算你懶得從眾多賽車場中 找到你所在的場所 QSTAR順滯會自動偵測你目前所在的賽車場 定位完成 進入計時狀態後 只要將QSTAR固定在車上 直接上場奔馳即可 接下來介紹一下 QSTAR LT6000S的基本功能吧 光是在測試方面 就有最速單圈 各圈秒數即時比較 可自立分段點的分段測試的 除了能讓你知道自己剛剛秒數如何之外 還能幫助你分析 設正在同區段 不同圈數 秒數的差異 另外每圈的平均速率 最高時數 以及最慢時數 同樣有螢幕了然 推秒遇到瓶頸 想知道該從哪個區段著手改善嗎? 想用QSTAR分析就沒錯啦 如果你以為QSTAR的功能 單單只是記錄秒數而已 就太小看它了 可別以為它只能當作計時器使用 QSTAR是一款真正的賽道軌跡記錄器 擁有超豐富的功能 與計時器最大的差別就在 QSTAR擁有軌跡記錄的功能 每0.1秒精準記錄每筆資料 能完整記下你的單圈軌跡 如果你剛剛做秒數時 偷偷切西瓜 欸嘿 QSTAR全都知道 假如你剛好有帶著筆電 更可以將QSTAR連上電腦 搭配專屬的QRacing應用程式 即時檢測完整的軌跡資料 包含你所跑的路徑 何時進行煞車 何時準備開油 當下的QST是多少等 如果你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電車朋友 還能跟他們的紀錄一起做分析比較 只怕你看不完 不怕你要的沒得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大家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 希望聽人家繼續講什麼主題 請留言 我是阿牙 我們下回見囉